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发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守法 据理力争 在上个礼拜东部一家输油管公司 被嗨客嗨进去了 而导致很大的震惊 不单只震惊了白宫 也震惊了很多企业 包括航空公司 还有加油站 因为这个输油管至关重要 遇到这种情形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想介绍一下 这这个colonial pipeline 这个殖民 也叫科隆 他虚油管公司 所面临的问题 FBI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证实 入侵 colonial pipeline 这个虚油管公司的话 是一个名叫做darkside 这个叫勒索 而黑客集团 所破坏的 他们现在的话经过调查 已经是证实 这个机构是来自于东欧 这个darkside这个名字 他这个darkside 他也发出了一个声明 他说他们主要也是来要求勒索钱 并不是要刻意破坏 美国的基础 这个基础建设 基本设施 国防设施的 但是的话 这个案子可以突现的 目前美国的infrastructure 基本建设 好像是能源供应 供应链 在防范 嗨客 这方面是非常薄弱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 案子有可能在 引起了FBI的调查之后 白宫 拜登已经开了紧急会议 还正在准备的话 加强在防范网络 入侵这方面 要做好这方面的防范工作了 并且他说他也会跟Russia 跟俄国的总统普丁 就这个问题进行相讨 因为darkside 他虽然不是俄国官方的 嗨客集团 但是他们俄国 他们Darkside 他是在东欧 但是的话也有俄国政府的人员参与 在参与 并且这个程序 基本上的话是根据你的网址 如果是用俄国或者是东欧的一些语言的话 他不会攻击 是针对英语的这些网站 他就可以发起攻击 这次攻击的话影响非常深远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输油管的话 他存长5500公里 以后并且的话 他穿越的地区里边的话 他是从Houston出发 New Orleans出发 以后一直往北走 到了波明汉 到了阿拉 这个阿拉巴马之后 再到了乔治亚州阿兰特 以后还在往北走的话 可以到纳斯威尔 还有Tendecis的地方 以后这个输油管一直是通往了东北的方向 过了South Carolina 经过Charlotte 以后还进入了 这个 纳斯可罗来的 Y Virginia 以后最后的话 到了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Beltemore 菲律地奥菲 纽约 所以这个输油管的话 他所从这个湾区 墨西哥湾区输往美国东部的 很多主要的大城市 其中的话 占东部需油量的48% 虽然这家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公司 不是上市的 但是的话 他的很多上市公司 包括航空公司 很多加油站 还有这些卡车公司 都是靠这个输油管 从拿到这个能源的 所以这个输油管上个礼拜 已经暂停了 有可能要到这个周末才能飞富 而现在导致东部的油价拼命在上涨 有些航空公司也在计划 如果没有飞机的能源之后 那要能不能再飞 这也可能要取消航班 所以的话 引起东部的很大的混乱 当然这个网 他除了这个这个 虚油管被攻击之外的话 其实在DC警察局 这个的警警察局里边的话 在去年的时候同样的受到 这个 勒索攻击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 两这个250个gb的里边的资料库 你要付钱 否则的话我会将这个资料库 以后将你的电脑关掉 还有将你的资料库公布出来 其实在之前以后他们所采用的这些技术 都是用木马程序 让一般的政府工作人员收到电子Email 以后以后下载了 一打开之后控制了员工的电脑 以后马上的话 他就会将这电脑控制 然后他就进入了这个电脑网络 并且的话他会要求你付钱 不付钱的话 我会将你整个电脑 lock up 以后不让你上网 同时的话 新的dark side 跟其他的勒索 软件不太一样的功能的话 这个dark side 从去年开始出现了 他还可以将这些控制的电脑的资料 全部下载 并他说的话 他现在发出的这些的话 都是两个程序 两个程序 这个要求 第一 你不给我这个钱 我会不能够让你上网 这是一种威胁 第二个威胁的话 他说如果你不付这个钱 我会将你的资料公布出去 泄露出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很多企业不得不 宁愿的话 花钱给了这个勒索的集团 所以dark side里面 他说我是现代的罗宾汉 我是将这些大的企业勒索的钱 我分给其他的非盈利机构 然后穷的国家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出来的 不过来说根据美国一个叫做 勒索 嗨客的报告的话 他里面有60多个专家 包括了美国政府机构 还有微软了 还有发爱这些网络安全专家 他在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份报告 他从统计了去年的 他说现在目前已经在2020年 全美国的话有2400个政府机构 医院医疗机构还有学区的话 学校受到了勒索的攻击 以后勒索的付出去的这些钱 已经达到了三亿五千万 数额非常高 以后比去年20一 比前年2019年的话增加了百分之三百 就三倍的成长 所以他平均每每次付钱的话 大概在30万左右 所以这个问题里边的话 也显示出来在攻击的活动 已经比前年的话增加了七倍 在成功率的话也成功了 也多了三倍 所以的话可以看得出 所以很多企业就像Colonial pipeline 现在面临的被控制了 他马上停下来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还不知道 他是已经付的钱给勒索集团 或者是没有付 所以他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他是私营企业 所以政府部门的话 有了很多时候 也是不得不措手无策 所以因为 华尔街日报的话 也是针对这个事情 他说为什么勒索软体 过去一年之中成长那么快 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 是提供Cyber保险的 这个属于网络安全保险 如果你被勒索了 以后你如果是被停下来 你可能支付更大的成本 付二三十万可能买个平安 所以二三十万很多保险公司说 你付了这个钱 保险公司赔你这个钱 你想想看如果整个system down 以后的话没办法运作 它的损失不是二十万三十万 所以有可能上亿的 所以对他来说能够付二十万 或者是就算最高的两百万好了 对他来说这个钱就像买保险一样 以后很多保险公司都帮客户付这个钱 所以说很多遇到这种情形 软体电脑系统被控制了 他干脆的话就付钱给的 给了这个勒索的职团 以后勒索职团以后拿了这个钱 以后可以跟保险公司说 我被勒索了 这个钱请你付保险公司 因为你买了这个保单 同样会付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付了这个钱之后 就是付款方式 往往的话很快的不管是支付什么钱 以后他可以透过一种中间的网站 马上将这个美金变成 这个Bitcoin这类网络的货币 网络货币的找不到人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这个夸国性的这种虚拟货币 也成为犯罪的工具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里边的话 很多企业怎么办 措手无策 然后这个华尔街日报他讲 如果他得做了一些建议 他采访了很多专家 他说如果你被攻击的时候 该怎么办 现在的话FBI 以后还有Secret Service 他们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 他说你这些公司的话 也有一单子被绑架了 勒索了 这种情形之下 你应该主动打电话给FBI 让Secret Service来帮忙 他们这些政府机构的话 他们不是来管理的 他们是协助的 他们不会将你的data的话下载 或者是调查你是否做违法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报案应该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个如果是有什么样的option 也很来防备勒索的攻击 他说最重要的话 是要定期的维护自己网络安全 最重要还有的话 定期下载backup 以后做好存档 以后万一被攻击的话 你可以不付 以后同时的话 你自己在做内部的清理完了之后 再将已经是存好的 backup 这个部分的话再恢复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他认为定期的网络安全 维会维护 还有做好backup 很重要 所以他也问 他也提到 如果你被网络的勒索 要不要付这个钱 FBI的话 他建议的话 这些私人企业不应该付这个钱 这样子的助长了这些勒索的行为 但是的话 对很多企业来说 这个损失 有可能你靠FBI 你可能抓不到人 但是的话 我的系统也受了破坏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他做好防范的措施 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下面这个部分 政府这样针对网络 目前出现了绑架行为 勒索行为 又采取哪些措施 但是他说在2月4月29号的时候 Randomware Task Force 已经是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他们现在的话是由白宫来主导 他们正在研究怎么样子 来保护美国的重要基本设施 在网络安全 还有的话怎么样子能够 替透过这个钱勒索支付款 里边的一些付款方式 进行管制 来杜绝这类的事情再度发生 但是的话 这个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开始 才能够落实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红说发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 因为我们下期待的观看 那也有啥